在离开纽约的最后一天,我一个人去了海边 作为一个生长在内陆的我 海对我来说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沙滩上坐着这样一个男孩,他哭声一个人默默地看着海 过了一回,他要站起来,看向远方 在纽约待了几天之后,我又去了费城 费城呢,和纽约很稳扬 无论什么时候,我感觉他都是如此的安静 微风吹鼓沃的风铃,微微作响 其实视频放到最后,也没什么想说的 只可惜,吃隔太久 很多当时在场的想法,也都想不起来了 只希望下一次去旅行的时候,可以不要拖那么久 早有点把视频做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